鬼屋,是我在月亮河最喜欢的出生点 但是太好了,是女屋,我们没救了 在这个点,现在女屋并没有什么优势 注意到寄生信徒身在的右边 那就要控制距离,不要让寄生信徒超距 否则就要因为双信徒的包夹而白白送刀了 现在的梦之女屋,十个里九个都是带狗的 刚说完,狗就来了 寄生信徒和原生待在一块 想要送寄生刀是不可能了 我只能背货卡狗 先用板子卡了第一口 紧接着,因为我误判了距离 没有使用第二块板来卡狗 而是使用了磁铁 这样一来,不仅得被迫博弈一飞轮不爽 还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我破轮了 先不要慌张 趁着女屋擦刀时间 把寄生信徒的超距先停一下 然后再放弃拉点 拉点的过程中,注意要蹭一下柜子加速 然后直奔鬼板 鬼板的板子可多了 方便卡狗 而且短时间内如果女屋放第二条狗 这条狗就只会咬两口 还是照例五秒钟卡一次 先用板子卡第一口 再给寄生信徒补上磁铁 依托大模型 卡掉第二口 这样一来,第二条狗就破解了 而且因为我们的转点 女屋要重新掉动信徒 很难再形成包夹的局面了 倒地危机解除 见识不妙,当然要换节奏了 女屋瞅准了二战休息的哭泣小丑 把速度突破 但是依靠哭泣小丑果断的交火箭 延后了吃狗的时间 所以电机量也慢慢的够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儿有个地下室 可能会成为伏笔 半血且被狗咬中的哭泣小丑 想从这儿转出去 基本不可能 她只能像这样尽可能地拖时间了 挂进地下室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大副的嗅觉很灵敏 她提前很早来到了地下室 女屋选的切闪 打断怀表 但被大副预判 只是为了能救到人 还是得吃这一刀 接下来还有两次摇表的机会 先摸椅子 再续表 完美救援 可是表毕竟只能摇三次 从地下室出来表就结束了 双趴再走难免 他们倒离了地下室 这就足够了 顾纳商肩负起了以一就二的责任 先一棍 打云信徒无伤救人 顾纳商就大副保住了满状态 这给了他担任救人的机会 大副也能过去天门 而且我这边养好电机 更是双重保险 这机修的也很是坎坷 先是得捡信标 去信徒 还得注意压制一丝 然后骗扭无期信徒管电机 也都有争取更多的操作时间 同时把电机押好 酷气小丑是没有大心脏的 所以顾纳商必须打云信徒救人 但他打偏了 再补第二棍 另一个信徒已经赶到了 酷气小丑还是被打到了身队 不耐 电机只能亮起 进入三人开门站环节 第一时间找到大副 去掉他身上的信徒 顾纳商选择去终点点门 但众所都知 他点门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这就需要我和大副 再起点吸引火力 否则女巫针对顾纳商的话 我们天各一方 来不及帮忙 去信徒被招包 我的第一反应是控制原生信徒 避免大副被包夹 但这个时候我视角往回转 注意到大副被我的近身信徒追 他的身上可是有闪现的 所以我要尽快让近身信徒脱离控制 这个角色十分正确 大副跟我的近身信徒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为了求稳 他选择交表 我也在死命的拉一距离 信徒眼看自己即将偷控 可能赶紧交出闪现 放手一波 当然什么都没有得了 大副帮我拖了女巫很久的时间 现在我也要自己加油了 假装点门 把女巫吸引过来 注意到他操控的是原生信徒 那么他就没时间 把我的近身信徒定在二战了 这个车就可以放心坐 可惜手速慢了一步 女巫还是坐上车了 但是没关系 他是孤家寡人 把我的队友来接我了 都没有票 都没有变数 objective 都没关系 地下车就有关系 倒栗 哪里 都没有等了 这台车就小意思 哦 这台车就不受到 感谢观看